回頭焦點帶您看到 太平洋島國巴布亞 牛井內亞有一座平遠村莊 金船大規模的山崩 當地民眾告訴媒體 至少有300人被掩埋 事發當時是當地時間 24號凌晨3點多 當時大家真的是在睡夢當中 沒有想到這個浩劫突然降臨 家園被大石塊給吞噬 而山崩也導致重要的道路中斷 取得物資以及救援 恐怕都會受到阻礙 目前當地的政府 並沒有公布死亡人數 但是已經組成了應變小組 前往災區 提供救援還有災後協助 大規模山崩造成數百人被埋 巴布亞 牛井內亞 發生不幸天災 當地時間24號凌晨3點左右 許多人在睡夢中 來不及逃生 釀成重大悲劇 小女孩哭泣失去親人 官員表示當地高地地區一場大規模山崩 至少清洗六座村莊 許多住宅遭到掩埋 官員說現場災情是當地 前所未有的自然災害 有八牛紅石滋會人員說 四五天前當地發生規模4.5地震 但尚未確認兩者是否有關 法新社報導這場災難發生在恩卡省一處偏遠地區 由醫務人員 軍隊 警察和聯合國機構組成的一個緊急應變小組已被派往災區以評估損失情況及幫助商者 現場傳出的影像顯示原本植被茂密的孟家洛山被崩落的土石劈出一大缺口 數塊汽車大小的巨石 倒下的樹木與泥土滑落 留下一道寬闊的損傷痕跡 一路衍升到山谷谷底 澳洲廣播公司報導 八牛偏遠地區爆發的山崩 據居民估計 死亡人數超過100人 但當局尚未證實 執判救援團隊能盡速抵達搶救災區垂危的性命 大愛新聞 武貴正編譯